为了提供学生发挥才艺的机会和舞台 增进学生对自我的肯定 花林县利花岗国中举办了 一年一度校园艺人征选活动 而进入决赛的十组同学 各自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校方表示 希望借由学生欣赏观摩互动和同乐 来学习、接纳、鼓励以及赞美 并且开发多元学习的兴趣和才能 平日周五的下午 花岗国中校园传来鼓声、演奏声以及同学的尖叫鼓掌声 原来是花岗国中举办一年一度的校园艺人征选活动 刚好在圣诞节这天进行 从出赛征选到评选出十组同学进入决赛 带来唱歌、舞蹈、演奏以及相声等表演 我们其实这个活动去年就开始了 我们先办校内的校园艺人征选 经过老师们、评审、合可的 今天才可以在学校表演 日后我们也会折忧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 让这些同学可以表演这样子 我们出赛的时候有十四组报名 那进入决赛的最后剩下十组 那我们同学真的是多才多艺 有人表演演奏、自弹自唱 然后唱歌 而且我们唱歌几乎都是同学他们自己会演奏 然后还有相声、舞蹈这些 那我们就是希望借由期末这个时间 有一个场域、一个机会让全校的师生可以一起欢乐 让校园充满了笑声这样子 还有掌声 受访同学表示 要在一节课带来精彩表演相当不容易 我觉得刚刚表演的绝世鼓 然后还有主任和老师一起表演的歌曲 令我印象深刻 首先就是要不怕人群吧 因为很多人都会围在你旁边 然后再来就是要坚持下去 因为一节课要表演很长的时间这样 那你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怎么办 几个礼拜 我准备原本准备很多首 但是后来发现练不完所以就是三首 就是要多练血 然后要有勇气站上去 蛮多的耶 我有看唱歌跳舞 然后又看弹唱 那你觉得自己的表演让你讲什么 跳舞吧 因为我自己本身蛮爱跳舞 那你会不会需要一些勇气啊 需要因为当初我自己也是要参加 但是后来就是 因为太满要满会考 所以就没有参加到 校方表示 透过学生欣赏 观摩 自由打赏 学习接纳 鼓励和赞美 也增加同学互动和同乐的机会 会后将以打赏金比例换成图书礼券 鼓励表现杰出的表演同学 未来也会邀请在校内持续带来精彩演出 也期盼借此活动 推广学生多元学习的兴趣和才艺 接着讲邦彦华联士报导